科技部 国家航天局等单位 昨天晚上联合举办科普活动 邀请航天领域的多名专家 为青少年分享航天知识 记者在活动当中了解到 预计今年12月 祝荣号火星车 在满足两个特定条件之后 将会自主唤醒 一个是能源够不够 它必须要测到它的能量 大于140瓦之后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的话 就是温度 必须保证它要工作的 像电池等等的温度 提高到负的15度以上 两个条件具备了 车自然就醒过来了 贾阳告诉记者 火星车自主唤醒后 将按照科学家设定好的方向 继续向南行驶 获取更多巡视探测数据 大的一个方向还是往南走 然后那边有一个所谓的海洋 和陆地的一个分界线 科学家希望车能够走到那个地方 但是还挺遥远的呢 我会觉得这位主要是在那里的 海洋里的一个方向 看到我的经验